究竟是什么让他如此破防 是豆瓣一水的差评 大翻车的孵化道 还是低于预期的播出效果 网友拉屏 热度连已经完结的七叶血都不如 10月26日 有郭敬明指导的大梦归离空降播出 虽说首播热度不及郭敬明的上一部作品云之余也是空降播出 但差距看上去不算太大 结果最先破防的是导演本人 删掉了大梦归离相关内容的回复 拒播期间郭敬明回复了居静一 卢玉小发的宣传播 目前回复已删除 豆瓣上的大梦归离词条也将郭敬明除名 这样的操作也被广大网友视为郭敬明的惯用炒作手段 只是这一回买账的人不多 原因很简单 对于这部剧观众依旧不买账 播出当天就被吐槽 包括但不屑于剧情过于拖沓 需要倍速才能看下去 其中台词说的太慢也是吐槽重灾区 刀刀在这放个视频供大火审判 可我不是人 我是妖 莫名其妙的大头特效 对 这不是二创式正片 BGM吵得离谱是其一 还有小孩哥秒变尖叫男神 剧情特效 台词遭到了全方位的审判 就连郭敬明过去引以为傲的审美也出现了大滑坡 最先出圈的是张淼仪的假睫毛 就是前阵子商营的影片 《红楼梦之金玉良缘》里的林黛玉 他在《大梦归离》里饰演的是鹅兽兔子精 工作室放出来的图长这样 在剧里长这样 贝拉平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西双版纳化妆师兔子出品 兔子爆改战绩可查 而主角团们时而遭到过度磨皮 时而被审判卡粉的现象 装造贝拉出来跟云之雨做对比 似乎也很难胜出 谁还记得郭敬明的作品 向来是以歌人审美 制作精良 演员剧中的模样作为噱头 虽然剧情方面口碑不一 但对于郭敬明审美的评价倒是出气一致 烂过但没瞅过 除了服饰装造 云之雨各种CP琴上桌 云维山和公子雨的山羽欲蓝 上关浅和公上角的夜色上浅 金帆和公子上的伤筋动骨 当时还上了个热搜 云之雨每对都好磕 在云之雨播出时期 郭敬明是大多数人眼中的好审美象征 认为同样的演员 在他这有着脱胎欢骨的转变 同样的场景 也是他镜头呈现的更有质感 而剧中的CP线 也等同于 郭敬明真的很懂观众喜欢看什么 到了大梦归离这 CP线加大了剂量 效果却适得其反 这一回的CP氛围从路透就开始营造 陈都林和陈霄 在路透时就呈现出来了 截然不同又登队的氛围和气场 私下互动也很亲密 在剧里是聊着天突然生硬开脉 想营造男主侯明浩和男二田家瑞的一敌一友 用的是有些暧昧的台词 男女主CP算是剧中发展最自然的 是这对的也很多 关董目前的高赛视频是男女主CP 但由于这是郭敬明的剧 男女主和男二女二四个人的场合 总少不了男主男二牵手 女主女二牵手的画面被落屏 郭敬明还是接受不了异性恋 大梦归离 麦夫也遭到了审判 多条CP线倒是没什么 观众也乐于看各种CP乱顿的剧情 而被审判的主要原因还是剧情撑不起来 图垫不够 人物关系又推进的莫名其妙 导致了大梦归离目前的低口碑 但是这么差的剧 却一直在热度榜一居高不下 在好奇心的趋势下 导导又开着二倍速 打开了这部剧 发现过了第四季之后 还是很有看点的 前期叙事过于平淡 且节奏较慢 但是到了第二个故事情节 裴斯恒死而复生开始 整部剧就开启了飞速在线模式 剧情节奏特别在线 可能前期的铺垫 已经让大家做好了烂剧的准备 所以很多观众没有太大期望 反而没有期望值 却能给人带来惊喜 从吉奥斯卓妖小队成立之后 开始办的案子后 就很有看点了 该小队是由陈都林饰演的文霄 带着精通剑术的卓一辰 率先组成 后来打妖朱燕主动投诚 再加上技术高超的弓箭手裴斯敬 精通医术善良且耸的神童大夫白酒 一起开启了探案之旅 最新剧情中 成立饰演的大妖城皇正式登场 吉奥小队抵达他巢穴时 成立原本还不现身 但旁边桌上摆住许多手工人偶 陈都林一眼认出 其中一队神穿白衣的女子 是古丽娜扎饰演的初代神女的人偶 而初代神女是成立的女神 侯明浩灵机一动手拿人偶 开始喊话威胁成立 有趣的是 侯明浩第一次说要扭断人偶的头 成立不为所动 第二回 侯明浩坐视闭眼要亲人偶 果真逼得成立现身 成立气炸开骂 还给我 不然你们都别想出去 侯明浩却吊耳郎当的一边端向人偶 一边质疑成立跟神女的关系 偷回神女人偶 一扇偷工减量 略显轻浮 话没说完就被成立大吼 住口 我杀了你 正当成立准备出手攻击侯明浩时 侯明浩又故意把人偶拿到嘴边 成立这回改喊住手 侯明浩调皮回 是住口还是住手 直接惹成立原地气炸 两人斗嘴场面火花四射 让网友笑翻 经过一番波折后 好在白泽令是找到了 但是不得不说是这段拍得太好了 文霄和朱燕将白泽令找回的这一段 拍得非常好 本以为觉得剧情不怎么样 结果是在这里等着我呢 错拐国倒了 这里的眼神戏表现得也太好了吧 像是在看动漫 有一种动漫般的记事感 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 还有互动的时候 眼神戏演得非常好 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是第一次合作 但是配合得非常到位 在这之前文霄的师父死后 就让朱燕来照顾他 不过朱燕也是把文霄宠得不能再宠了 明明嘴上说着最讨厌给人推秋千 但是朱燕又不忍心看文霄伤心 最后还是决定推了 成黄幻想以前的时候 想到了之前和神女的美好时刻 谁知最终却不在了 看到这里有网友猜测 不会结局是全剧毙吧 原来成黄的心中也有一个一难平啊 没想到成黄看中的木偶 原来是自己的心上人初代神女 一开始以为他就真的是一个凶神恶煞的妖 没想到看到后面才发现 是因为曾经的记忆 使成黄执念太深 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初代神女 于是就让自己化成人偶 来保护之前没有守护好的白泽令 真的是每集出来的情侣都逃不过逼啊 积极掉眼泪 看得太有噱头了 事情完成之后 文霄和朱燕一同出来聊天 咱就是说你俩的对话有点暧昧了啊 该说不说 有嘴真好啊 说得这么直白 一点都没有拐弯抹角 这才是观众想要的效果嘛 而每次看卓一辰和朱燕的片段的时候 却又感觉自己像是在看搞笑剧 这部剧是选一家搞笑结合起来的嘛 里面卓一辰和朱燕的半嘴戏份太搞笑了 他俩在这部剧里就是搞笑担当啊 真是前一秒还在哭 后一秒就得笑 这情绪交错的也算是都体现上了 其实目前剧集算是渐入佳境 但前几集的感客 让大梦归离实在是被埋没掉了 而对于郭景明播出前掐假 播出后闪评论的行为 大家不仅不买账 还有点品出了他和于正相似的味道 认为又是一种炒作方式 两个人的作品都有着腥风血雨的开局 把观众骗进来的方式也极为相似 只不过一个尻的是男色盛宴 另一位是上头爽剧 不管作品口碑如何 也不管收视率是高是低 哪怕前脚刚受骗 在他们的下一部剧来临时 依旧会有受众被这精致的预告吸引 被漫天的悬发欺骗 以为终于等来了好剧 看完后再度被被刺 说来说去 拍了这么多作品 大多数时候是嘘声多过掌声 他们还能吸引受众 要归结于二位的作品 依旧有可取之处 一位迎合观众审美 一位迎合市场 对于郭敬明的作品而言 大家抱怨最多的还是剧情 俊男美女还是俊男美女 画面质感依旧出众 但这到底还是剧不是谢真 光当个画面美 还是挽回不了太多口碑 最后一句 观众有个提议 让郭敬明和于正一起抬一步了 太多了 你们 太多了 把 鞋子